自由广场,退休想轻浮是好还是坏 李瑞娟 从70年代左右,台湾妇女进入双新家庭结构后 分担家庭劳务同时进入职场参与就业市场的竞争 而这代人随着年纪增长,大约已是65到70岁左右 内心成熟,视野广阔,珍惜人际关系 但如果这是你的父母或家中长辈 他告诉你他想再度去工作,身为晚辈的女,会如何反应? 十之八九会告诉长辈们,您忙了大半辈子,应该想轻浮了 日本内阁府在2006年调查的国民生活白皮书显示 男性65岁至69岁再度就业者高达49.5% 女性则占念8.5% 足见日本社会健康老年人外出工作的比重占了一半 老年社会就业这将是一个持续性的风潮 也是时势所趋 台湾人应可当作借禁,不该再有退休享清福的观念 由于社会常有在出去工作会被人家校或除了打扫清洁,没别的工作做等负面印象而不愿意投入就业市场 笔者建议政府劳动部应该再加强文宣,鼓励健康营法族再度工作的健康官 而企业也要因应社会需求提供多一点的部分工时或弹性工作 如此环环相扣,老年忧郁人口自然不要而育 身为子女的下一代自然就会感婚,感生 当老年在就业形成社会风潮后,一个接着一个投入职场,贡献下半身的余力 依据自身体力,或许一周两天至三天工作,上午或下午并不勉强 最重要的是这是不错的生活方式,因为再度被人需要而从内心自然发出的喜乐 不仅带动家庭和乐气氛,注意社会的经济,也减轻下一代的负担 希望政府能尽速创造让老人都能劳动的世代携手友善职场的社会环境 作者是媒体工作者